這一節有勞谷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跟我們講講施政報局的內容 早安 今晚有沒有開始學幾句阿拉伯語 我會努力的 大家要開拓阿拉伯市場 各個局你都會問的 是 是 是 都是好事 當然我們再呼一呼籲聽眾 因為剛才我們也有講過 局長所說的長者北上是雙贏的 如果你是拿著縱援的長者 又或者你是一般排著安勞院舍的 資助也好 非資助也好 或者是家人也是 剛才Steven也提到很好的 如果你是家人的話 跟家的長者想說不如北上安勞 用不用到雙贏這兩個字來說服他 會不會心裡也有不好的感受 還是不是大家都想 有什麼考慮都可以打來1872881 或者WhatsApp給我們90200881 我們將問題轉介給局長 我們不如再開這個話題 好嗎 局長 怎樣雙贏呢 其實是有得選擇 多個選擇 多個選擇 老人家要在香港安老養老 當然好 我們提供不同的選擇 但我其實也想去北上做一個選擇 所以這是很強調的 是個選擇 老人家自己選擇 如果你自己選擇 當然覺得上北上會 會比香港的選擇 對他個人來說是好一點的 對政府來說 我又沒有給多錢 你覺得是否真的好一點 客觀環境來說 或者哪方面是好一點 我去了幾次去看 肯定的地方真的大很多 這是現實人性的 空氣也好一點 香港也有些地方空氣好的 我覺得大是事實來的 很多時候雙人房就差不多基本了 單人房也很多 沒辦法他的土地大很多 成本也便宜很多 這是最重要的 其實主要是居住空間 如果老人家想寬闊一些 多一些活動空間 多一些活動空間 多一些活動 那地方多 有什麼活動的 你喜歡打牌也可以 設施、唱歌、茶室 什麼都有 因為始終都是那句話 他地方多 而且他做到一個社區 不只是一動老人 如果這麼簡單 在外國 如果不是在內地 外國的愛努院都很棒 也是地方大 其實是 你在歐美也看到 美加 很大的 通常都連著一間醫院仔 在那裡 他叫療養院 有些醫生、護士 再很近 他會拍攝一個partner 就是在一間大的醫院 跟他拍攝 這個形式就是這樣的 我都要差不多進去 你告訴我 有什麼不好處 如果在內地的話 通常你會問老人家 那麼多好處 為什麼你不來 但我會附近幾件事 一是我的醫療怎麼辦 如果在香港看過醫生 這是合理的 老人家都是緊張醫療的 另一個就是子女探望 他經常覺得好像軟了 子女探望我怎麼辦 這兩點是最大的 只要現實一點 就算你在香港 你的子女是否經常來探望你 如果不是的 就一樣 而且你只有一小時生活圈 其實很近 我們現在有這麼多人 想去北上消費 順便探望老人家 順便探望老人家 也可以 這是鼓勵人 北上消費 我們看到有些軟舍 旁邊都有些 食肆 或者住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是可以解決的 不如說多一次 有什麼誘因 令到長者可以考慮多個選擇 想在上面住呢 以前已經有的誘因 包括一 你資助那些 我當作是合資格 住資助軟舍老人家 在香港住資助軟舍 你也要付少少 若不可以付二千元 但如果你想北上 我們幾間廣東軟舍計劃 就不用付了 那個我們都幫你免賣 我們代理賦賣 今次我們再加了一件事 就是多一個 如果用國內的醫保 我們就幫你買了醫保 共付的部分 我們也有一個共付額 國內的醫保和我們不同 如果你在外國生活 就知道他有醫保 他有一個叫做扣付 醫保很便宜 國家對人們很好的 幾百元就能買到 買一年了 我們會幫他買賣 合資格我就跟他買完 但你買完之後 你去看醫生 每次都自己有毛包 給了一塊錢 門診一半一半 那什麼才是合資格 他國家早就改了規例 各個城市都不同的 在大灣區城市 不要計算深圳 因為深圳他就不收 除了深圳以外 那八個內地城市 大灣區城市 你只要有一個居住證 即住滿半年就有居住證 包括住院社 就可以合資格去買 城鄉寶 我們就幫他買 這次住院的 就是廣州 佛山 深圳中山 有聽眾都問包不包 少慶是包的 少慶包 少慶包 少慶一開頭 我們有兩間 一間就是在少慶 一間就是在深圳 後來我們再加計劃 再令他更加多選擇性 在其他城市都出現了 那共賦那部分 就分開門診和住院 門診一萬元一年 我們最多可以給你一萬元 其實已經夠了 你知道國內門診 也不是很貴的 所以我昨天說了一條數 我們回去計算一下 如果他有高血壓 有糖尿 肺炎又不舒服 如果他一個月提一次醫生 又拿了藥 應該這一萬元的共賦額 是夠用的 那三萬元就是住院費 當然你也說 如果不要採中風 或者可能跌倒那些 都應該夠了 但是香港人也會想 如果真的有什麼事 我回來香港看也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 隨時回香港的 你是香港人 不會有影響 絕對沒有影響 香港 我不可以留意聲回答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醫療 你是香港人的話 一定享受我們香港人的待遇 雖然不是你的範疇 但是如果他們考慮的因素 就是他在公營醫院 其實一直在排期的 那些的 他還是回去安老 不過到時期就下來覆診 還是所有這方面的配套 都會在內地進行 老人家自己選擇 兩者之間不會說 你拿了內地的醫療 就沒有了香港 沒有沒有 絕對沒有的 繼續有香港的醫療 即你繼續排除旗 複餐就回來香港複餐 那是不是任何老人家 都可以享受到這個 要合資格 這是合資格 我們先說 你這麼健康就沒有了 有一個統一的安老評估 即是你人很弱 自理來基本上是沒有 沒有什麼 我需要幫忙 我們有一個很詳細的評估標準 過了一個評估之後 就可以在香港拿資助院 或者日間的資助服務 或者可以上廣東園 但如果是那個情況 資產有沒有審查 沒有的 沒有的 純粹是視你能力 身體狀況 跟你有沒有錢 沒有關係 政府推出這些措施 都很明顯看到 其實都希望 他們可以回到內地 安老的 這些弱者 是不是在這樣的審查 我們想多個選擇 是多了的 你記得之前我們做了這麼多年 只有兩個院寫 都是百多個 我們從去年開始做多了 我們看到數也多了 現在有二百五十個左右 對香港有什麼好處 你多給一個選擇 如果大家有這麼多誘因 我們個個都回去了 那對我們香港有什麼好處 其實你看到上去的數目 始終都是有限的 但你想多一點 我們計算一下 現在我們資助院 約莫三萬個位 非資助司院 其他院加上又三萬個位 我們約莫有六萬的老人家 住在院舍 在灣區養老 我們做到都努力了 現在也有二百多個 我估計 即使有一個再大的增幅 也只是說幾百個 佔的比例 都未達到百分之一 其實想不想他們多些選擇 我們想的 主要就是 原因就是他們會過得好些 兩個原因 因為他們過得好些 好些 你從老人家的角度看 另外我們老齡化的社會 來得很快 我們本地院舍的需求 純粹是香港做政 所以我們要建很多很多巡舍 或者居家的支援 提供 大量提供 我們都在努力做 我們跟時間競賽做功夫 但你不要只看本地 反正灣區也很近 有些在鄉下 在紹興 在佛山 在廣州 有親戚朋友 我近紹興的 我是雲南 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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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有多少個名額 現在 其實不重要 我們可以一直都加下去 我們現在有千多個米 可以讓你選 其實政府就沒有虧 為什麼我沒有虧 我只不過簽了一個協議 如果你收一個客 我就給客人的錢 他說 我預計了 可以收最多 200個香港老人家 他收夠 我就給他 收一個我就給錢 他收不到 他可以收內地客 我就不給錢 其實我們政府 一元都沒有虧 一千個名額 很快就滿 如果反應好 反應好就是 那我們就繼續加軟石 簽多些 因為上面其實很多選擇 你知道 政府之前推的那些 簡約公屋 或者臨時公屋 有個問題就是 我沒有看過 政府就搞團 帶大家去看 究竟香港的長者 有沒有機會跟團上去看 休息回來再問 因為之前我提過 簡約公屋那些 大家沒看過 都好像很遠 很不方便 所以早前 不同都說 不如帶一下團去 看完後 是不同的 會不會都可以 搞一些團 帶大家回去 兆慶 其他地方看一看 就不是買樓 看軟石 但我知道那些營運商 都在搞市住 去看 其實我們都可以 市住 三天兩夜 他們有市住安排 給你住 我們都有的 我們頭半年 其實都叫市住 因為老人家 擔心 我去到那裡 每樣都好 怎麼辦 半年內都可以回香港 他在排隊 完全不影響 他優先次序 所以我們有半年時間 給他 叫做市庸期 過了半年之後 你就要放棄香港 那條隊 也公道 公道 你住了半年都說 對 但我們有半年 叫做市主期 有聽眾說 他是獨居的長者 他沒有拿商殘津貼 又沒有拿縱緩 申請過北上養老 但被拒 你猜測是什麼 我估計 當然跟這位老人家 可以再接觸一下 我想他應該是 未做統一的安老評估 或者做完評估之後 他未符合指定能力很差 因為再說一次 北上養老人家 如果政府給錢 這個計劃 是要看你的能力 真的要去到 部份無法治理 評估以合指格 才可以申請到 但如果在縱緩 就是另一條隊 縱緩 我們今次身家 因為我們都知道 縱緩老人家 身體不太差 他仍然有治理能力 但他窮困 尤其是他住在不適切的地方 例如他可能住在劏房 也可能住在很便宜的私園 如果我們今次說 我多給你五千元 因為拿標準額 上國內 上內地是四千四 我多給你五千 就約九千四 就足夠他可以住在 我們廣東縣社計劃裏面 質素好的縣社 例如個案像我這樣 我又沒有拿縱緩 又不是去到很弱 自理不了自己 但我又要私人上去 政府會不會有一個平台 或是幫助我篩選哪些案 我也見過 這就是自費 自費 但不知道去哪裏好 其實可以看看我們的院寫的名單 例如我那十一間 其實他既收香港的我們資助 資助的老人 我不是幫你賣廣告 我也見過他收自己給錢的老人 香港來的 內地的有錢的去住都有 其實他縮位很多 你們看過的 我們覺得他的質素 每樣都監管我們都覺得到位 我們才會放上去 另一個問題 很多人都問 就是救護車的問題 因為內地沒有政府救護車 你可能要叫私人那些是很貴的 但如果真的有急事 想送回香港的 那些救護車兩邊的安排 怎樣去安排呢 我不是專家去回答這件事 但我知道現在都有一些 因為住深圳也有 也有一些安排的 所以這邊應該不受影響 但我們盡量希望做到 除非很大件事 如果可以 就在原地給予醫療 可否解釋一點點 更緩回 如果回到內地有多五千元的想法 因為可能有些香港人說 他在北上已經消費低到 你還給多五千元 香港反而的東西越來越貴 你給多五千元我吧 可否再說一些背後的想法 我們怎麼算呢 其實政府是這樣算的 我們事為知道 政府以前做事 永遠都是一個 no gain no loss 其實我沒有洩到 什麼叫沒有洩到呢 如果一個縱門的老人家 他住在香港的私園 我們計算了 標準金額和津貼 都是九千多港元 一個月下樓的 他住香港的私園 一個床位是九千多元 如果他想去內地 去我們指定的十一間 現在的十一間院舍去住 有些床位 有些地方 如果是治理能力強的 九千多元都能住 但四千元就住不了 所以我們覺得 反正政府沒有給多也沒有給少 我們就在四千元 四千四元標準金額之餘 再給多五千元的津貼 他就可以選擇 想去內地去住軟蛇 其實都是軟蛇對軟蛇的 我給多多錢 你在內地生活得好些 環境好很多 這個很重要 環境好很多 香港可能有一張床 變化可能就是 由一張床變成一間房 對於老人家 很大變化 我希望給他們一個選擇 但那個名額等等有多少 你會不會公過於求人工 這次我們試三年 我們先試一千個名額 因為我們都計算過下數 中環老人很多 如果是單路雙老 約11萬個 但住在一些私院 再加上一些不適切的住宅 我們計算條數約五千六元左右 即是我們六個 可能有一個會選擇 選擇上不上 我就可以給他一個選擇 如果反應是很好的 我們回去看看 會不會再增加 會鼓勵多些雙老一起去住 其實這個盤是最好的 沒問題的 如果兩夫妻都是拿中環 有些雙人房 那更好 我們獨居那些更加 你上去不是可以一個群體 當然 新聞之前問過 聽眾也問 如果是這樣的話 在監管的角色上 香港是怎樣的 如果那十一間是屬於廣東院寫計劃 寫書跟他有簽合約 我們要去看 當然實地監管一定是廣東那邊去看 但我們不計算之前那兩間院 所有新院我們簽三年合約 就是一直看著他的質素 不可以 我們當然要剔除名單 可以就繼續跟他再簽約 如果那些上樓去住 有問題有投訴的 都可以找回香港 找回我們 但監管真的要找回內地的當地性質 所以我們都要小心 選擇的時候都要小心 好 我們稍後回來再見 大家一起在晴朗的一天出發 馬上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著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